零星女子醉醺醺 連站都站不穩 必須有朋友攢扶 面對一旁工人之一 肇事撞人 為什麼還想跑 她一度大聲回槍 事故現場拉起封鎖線 告示牌被撞成好幾片 闖禍的敞篷車 擋風玻璃也因為強力撞擊 捲碎 警方調查 原來又是酒駕闖禍 凌晨一點多 綠燈亮起 藍色敞篷車 駕駛油門一踩 加速前進 但在下個路口 大陸正在進行施工 所有車輛都改到行駛 但敞篷車卻直直往前開 衝進封閉的車道 一名交管人員被撞上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肇事的零性駕駛 在派出所內翹著腿 一看到鏡頭 立刻拉身旁的朋友遮擋 黃心女子互有心切 立刻把肇事駕駛抱在胸前 递她擋鏡頭 而嫌犯酒測值零點七七 她聲稱在台北 與朋友小酌 喝了紅酒後 酒駕送朋友回淡水住家 行進民權路 現場道路封閉 進行不用路面 刨除鋪設工程 方信工人在現場 指揮引導用路人改道 但零性女子開車 去一路撞上了交管人員 接著撞進了施工道路 事發地點就在派出所的對面 照是駕駛第一時間 還想跑 被撞的方信工人送醫後 上狀不知 駕駛酒駕撞死人被依照公共危險 過失致死送辦 同車乘客也將被開罰六千到一萬五千元 貪杯上路 肇事闖禍 釀成異死悲劇 三星定位捷 柳安靖哨長 新北報導 那我要先許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就是 我們可以越來越棒 越來越好 捧著蛋糕許下願望 開心跟男友親身的 靈性女子 剛滿二十九歲 臉書上滿滿都是甜蜜出遊照 出路都是高級轎車代步 身上步伐都是名牌 女子還曾發文 秀書一大跌美金 說想賺錢可以找他 飛書國月薪至少八萬 還包持包住 結果這回卻酒駕肇事還撞死人 下週女家實在二十號晚間 就跟朋友在中山區這家餐廳喝酒吃飯 沒想到之後酒駕開回淡水 卻在途中撞死一名工程人員 女性女子自稱自由業 除了詐欺還有公共危險前科 連同這次酒駕 已經是第三次 駕照才被吊銷 卻沒學乖 還繼續無照假車 女子喝得醉醺醺 一早在被警方帶到分局 對此男友表示 對女友行為很抱歉 會好好解決 不知道他會酒駕 之前有要他低調一點 只是女子儼然是酒駕雷犯 吳照同樣開車趴趴走 害得一名臨時工命喪輪下 恐怕等到女子酒醒 後悔已經來不及 曾經紀錄 孟皇家 很新北常報道